這個就是Q3 上次跟大家有講過會找數的 會介紹一下到底這部Q3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這次就跟大家分享這件事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繼續講Q3 Q3就是最大的賣點就是有一個反螢幕 第一個可以反上反落的螢幕 對於影相方面就非常方便 還有電池加大了 無線充電就更加方便 重點之一就是Sensor Sensor跟M11共用 是6000萬像 在Q系列裡面 6000萬像算是最高的像素 一般之前的理解就是 Q系列跟M系列是有一定的分別的 今次就看看它們的差異有多少 接著就跟大家語音導航 看看Q3拍出來的照片 現在我們去片 先看吧 好了 好了 Q3大家很關心 除了操控方面的介面 多了一個反螢幕之外 更加關心的 相信是它的畫質 到底它跟Q2之間有幾大的差異 採用了M11的Sensor 跟M11有幾多近似呢 我做了一個測試 在中環附近 走一個圈 那天就是2023年8月8日 兩三點的時間 屬於差不多正午的時間 拍了一些照片 這裏就剛剛下了街 在街上就曝光 隨便拍了一張 我看到一個檔帽的照片拍了一張照片 環境就交代得很清楚 我慢慢看回的時候 就覺得 咦 其實高光低光位都出得很好 寬容度方面 都有幾大的改善 例如說 德榮大閘那裡 那個是一個燈光射著的招牌 到對面大廈大陽射著 都可以同時間 可以演繹出來 還有就是 少少室內的環境 那些暗位都是出動的 這張 我特意對著太陽 我試一試 會有什麼反應 變了又不是太大影響 只是一個白白的空 會說太陽位置就爆光 然後大廈又看不到 那些低光的位置就更加不用說 又出得不錯 然後拍地面 地面的鮮艷巴士 鮮艷黃色的界線 都交代得很清楚 低光位 行人 很仔細 我都說 那天就好天 所以一張漂亮的照片 很容易拍到 這是其中一個角落 再向前走 有一個扶手電梯 拍出來 這張照片 真的嚇到 因為質感 真的很強烈 暗位和光位都表現得很好 但又不會生硬 立體感很強烈 這是一個現場交代的環境 這一張 真是普通的相機都會考慮 因為這個比較難拍 因為一個鏡面的人 加上一個晴朗的天空 射下去的光差都很厲害 反光位置也很厲害 天空又有交代 下面的背景 暗位都完全可以反映出來 再多一個角度去看 這張也同樣 再加上太陽反射光 全部的位置都是可以出道的細節 亦都順便試試 它有少許近攝的功能 這張一定是難過不了 還有那個金屬的質感 亦都是表露得很好 一個現場環境 有熱鬧的行人天橋 還有一個繁忙的街道 28mm 通常都會拍大景比較多 所以試多一張拍大景 看到這個晴朗的天空 還有這個樹蔭下面 都是可以看到細節的 再來一張 是一個很曬的碼頭 有低光位 有高光位 這張照片也很記得 是沒有怎樣處理過的了 就算處理也處理不了 極端的光暗的環境 但是這部機 就不用怎樣攪拌 都已經可以處理得到的 那麼大景吧 這張呢 就真的發揮到 Q3 6000萬像的威力了 眨眼看起來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張 IFC的照片 但是當我放大100%的時候 威力來了 哇 真是如果人體的窗邊 都可以看得到 他穿什麼衣服的 神態呢 都可能會看到的 所以這張呢 就真的發揮到 6000萬像的威力了 那我再試一試 普通景吧 再加上一個 前景後景 看看它的虛化是怎樣 那28 它都算是虛化得到的了 那當時都開了 是大光圈 1.7 那這個在樹影之下 那也是特地考驗一下 機和鏡的極限在哪裡 那雖然呢 就對著太陽 但是也不會很極端的 整個白胸啊 其他東西都沒有了 那這樣 只是呢 很輕微 在樹的枝葉之間呢 有少少的紙邊的 那這樣東西呢 有多過可以接受的 真的要很留意呢 才會看到 那都試了在室內的反應 戶外 一個鮮艷的顏色的飾物 再加上一個藍天白雲的 那這部機呢 真是拍大風景 真是不得樹的 那這裡就看到它的威力了 也是看到低光位呢 那些天花頂啊 那些這樣的細節呢 都是有交代的 那這張呢 都是有些故事說的 那通常呢 外面這麼光 如果光室內那麼暗的話呢 一般的情況拍出來呢 外面都爆了 那裡面看到幾條光條呢 那可能就不會看的了 而這支鏡 加上這個感應器的表現呢 就全部給你了 外面的光位啊 一些細節啊 一些石紋啊 那雖然呢 都是1.7光圈來的了 那我對焦對著裡面的室內的 光管裡面 我不知道是光管還是光條 那那些光位呢 是看到的 那裡面的人物呢 都有交代 那這個中環街市呢 那就是其中一個 那拍下燈 看一下效果是怎樣的 那你也順便呢 像天花的那些燈呢 拍下去 那看到呢 這個立體感呢 都真的做得不錯 光的控制呢 是非常不錯 那這個也是拍一下天啊 拍一下招牌啊 發揮一下高光啊 低光啊 它的感覺啦 那立體感呢 是很強烈的 那戶外試完呢 就少不得 試一下室內啦 拍一下日脈啦 那這個呢 這張相呢 其實呢 就拍衰了的 那應該呢 我當然是要對日脈啦 誰不知它是一個 拉卡機來的 就自自動動呢 就對焦呢 對焦呢 對焦下去那個 那個拉卡的logo那裡 那印呢 就反而不是那麼清的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選擇 對焦模式的時候呢 就要留意一下啦 那這個室內啦 人物啦 那就看到 雖然呢 是28mm 但是後面的虛化呢 都挺好的 那個主題都很突出 就再來一個 全身啦 那就把一些環境的照片啦 那當然是要試一下戶外啦 那戶外 那戶外 好像虛化呢 因為距離又回不上下 那更加明顯啦 主題更加突出 全部都是現場環境的光線來的 真的好像有一點點打了燈的感覺 我初初看回這張照片的時候 都是同一個環境啦 然後拍一個直到啦 那大致上介紹這支鏡頭的照片呢 就是這麼多啦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片大家看过 大家会对Q3拍出来的相片的效果更加了解 如果你想看清楚更多关于Q3的相片 欢迎你来到我们中环或者旺角的门市去体验一下 如果你欣赏我的影片和觉得影片有用 希望你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 拜拜